大家好,我现在大连的中山广场 这个地方非常有特色 我们过来慢慢的欣赏一下 我就住在这条巷子的左边 看一下这周围好多高楼 最关键不是看高楼 是要看这个老建筑 这些老房子都是沙俄时期和日本人占领时期修建的 它这个边上有八条路 每条路中间都有这样的房子 都有一百多年的老房子了 中间就是中山广场 等一下我来走进去 然后看一下远处的现代化的高楼 也是挺漂亮的吧 往这边走 我来找这个中山广场通道 从这个底下钻过去就行了 这个建筑是关东银行旧址 1922年建好的 是日本人修建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房子到今年也有101年了 它每个方向都有一个这样的超大型建筑 你看一下那边也是 包括那边那个 全部都是差不多100年前的老房子 哎呀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有特色 然后走到这边上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一栋建筑 像是一个大教堂 也挺漂亮的吧 再看一下左边 走 我要走到这个中山广场去 那边有很多的鸽子呢 终于走到这个广场上来了 可不容易啊 这那次车流量特别大 看一下远处 挺好玩的吧 哇 公交车上人都满了 看一下这栋高楼 挺高的 再看一下这栋建筑 环顾看一下这周围啊 非常的有特色 哎呀这个就像是那个青岛有点类似 还有外滩啊 也都是这种老建筑 再看一下它这边的鸽子 有黑色的鸽子 这个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呢 这个黑色的鸽子好像不多见呀 一般常见的是那种灰色的比较多 看一下 这里的鸽子长得也很肥美呀 看一下这周围啊 今天的温度是26度 可以说是特别的凉爽啊 哎呀真舒服 就是我的这个拉肚子的问题 还是美好 我都不知道咋整 反正药也在吃 这个 哎呀希望它能尽快豪起来吧 要不然可不得了啊 它这个中间啊 就是一个核心 然后这个路呢 四通八达的 每个方向都有 挺有意思吧 你看那边那个房子 也都是老房子 这一栋在维修保护当中 这些鸽子也在偷懒的晒太阳呢 走到这个最中间的地方来啊 最高的地方 那边也有一栋房子 那个屋顶的颜色 和那个沈阳站有点类似 这个房子也是比较漂亮的吧 再看一下这边 这个楼也挺好看的 上面挂了两根钢丝绳下来了 是不是在那里擦玻璃 这次来大年估计远的地方我也去不了了 因为肚子不舒服 我也不敢走太远 只能在我住的这个附近待着 关键是吃饭是个特别大的问题 因为你本来就肚子不舒服嘛 你这个吃东西的 那要求就更加严格了 我在这附近找到一个包子店 那里面有小米粥 有包子 所以说这两天我就只能吃这些了 其他的东西 坚决不能乱吃啊 哎呀 我也搞不懂 还有就是那个药呢 它吃着有点头晕着的吧 所以说我现在坐在这里 都稍微有点晕 但是你也不能不吃 不吃的话这肚子好不了 哎呀 反正这次 从沈阳一直到大年 在大年我一定要把它治好 不治好我就不走 因为你走了 我到其他地方还得治 还是照样难受啊 所以说 暂时就在这附近看着吧 因为那个药 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你不能把它带在身上 你带在身上它也不行 它有的是粉末状的 必须要冲水喝 有的药还得间隔 一个小时 或者半个小时以后才能吃 所以说这个还挺麻烦的 还必须我中午吃完饭 然后回家再吃药 这样呢 时间上 它那个药间隔时间 我可以控制的比较好 我必须得严格按照这个要求来 不然的话 它这个 它好不了啊 对吧 好不了的话 你在外面游玩的时候 你肚子一不舒服 你找厕所的话 那得多麻烦呢 那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我等一下找地方去吃饭了 我等一下找地方去吃饭了